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盘棋的过程 李诗石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棋手 那么他今年是 2019年他是36岁 但是他 其实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代往前倒推几十年的话 那么事实上36岁 甚至可能还没有到巅峰期 对 就是我们应该说是最正值这个上升的势头很猛烈的时候 对 不过李诗石先生就此退役了 我觉得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吧 对 让大家其实都觉得有一点可惜 我觉得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一样 其实大家对于李诗石的崇拜还是很多的 所以这个好像要说的话也挺多的 对 李诗石我觉得应该是现代维棋史上最有个性 最有风格的一位棋手了 我觉得在他身上 我们能感觉到他特别强烈的这个魅力 那么他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深深的 让我感到很很很打动我 让我很着迷 是我觉得李诗石他的这些个性啊 过去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不能说行为举止吧 就是一些跟棋界来说稍稍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大家都很记忆深刻 那么这番棋呢我们是要介绍的 他的对手其实并不是人类 孟老师 对 给大家卖了一下关子啊 可能这个了解的爱好者朋友们看到这个对手是寒豆呢 已经了解了啊 是一个AI的名字 不了解的其实那个爱好者朋友们可能会觉得 哎呦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啊 怎么和李诗石坐在一起下棋了 对 因为李诗石的隐退赛嘛 他可能是 李诗石方面经过多方的考虑 还是觉得还是和这个AI下演出赛比较合适一些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李诗石是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 唯一一个击败过这个 在人机大战中赢过机器的人 对 所以他最终也是选择了人机大战的方式 结束他的这些生涯 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 就感觉还让我们从一开始啊 就是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啊还和AI下吗 但是呢第一盘棋的时候 孟老师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再回顾一下啊 就是李诗石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完胜 就是战胜了这个AI 当时让大家又大吃了一惊 对而且李诗石总是能够发现 AI的漏洞 AI的bug 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位大骑士 就此告别了可以说属于他的舞台吧 这的确是一件让我们值得去感叹 值得去回味的一件事 今天呢我们就这盘棋 给大家带来这个对于关于李诗石的分享吧 对可以说是就是他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局 是的 那么我们要把这盘棋 他们的这个规则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一看说 哎这个棋好像并不是分线进行的 孟老师他这个是一个 我们该怎么样理解的一个赛制呢 嗯因为是这样 就是人和AI去下棋 这件事情就跟人和汽车去赛跑 是一个道理的 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百米最快 博尔特最快他也9秒多对吧 但是汽车要跑百米的话 可能就是一脚油的事 所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人和AI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抗衡了 那么这是时代的发展 的人和科技的交流 等于说是 人道与科技科学的交流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是 离世时被让两个子 这也是我觉得是职业赛场上 很少见的一幕吧 嗯不过也要跟大家再稍微 把这个规则说细一点呢 就是实际上让两子呢 本身是不需要贴幕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赛制里边呢 黑方还是要贴幕 也就是说呢 黑棋虽然说摆了两个子 就其实相当于棋盘上多了 就是有一个有力的一个角了 嗯 插了一手棋相当于 让了一手棋 对 但是呢 它还是要贴幕 这个呢 也是跟以往的让两子 稍稍有所不同 嗯 是的 总之我们还是来 尽快看一下这盘棋的过程 对 我们就尽快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等于这盘棋 其实是白棋先落第一手棋 对 等于说第二手棋的时候 算是白棋停招 然后黑棋再下一步 对 韩豆是韩国的AI 应该也算是韩国最强的AI 啊 对 他在AI世界大赛中 曾经取得过季军的成绩 嗯 也是非常 在AI界也是实力非常不错的 嗯 那跟人就就谈不上比较了 对 就是李世识 其实他自己 他的对手 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是 嗯 开始韩豆是下了 小木家一个大跳手脚的格局 这个也是很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因为 嗯 局面就四个脚 那已经被占两个了 必然两个空脚 他只能占到一个 也就是说 无论你这个脚 站 你是在哪个方位占 你下一手棋就必然只能选择挂脚或手脚的方式 嗯 相对而言 小木之后的手脚 嗯 可能是 包括棋手们都比较喜欢的 所以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开具方式展开 嗯 而李世识显得非常有个性啊 他是直接的进行了 哎 逼住 对 就是一上来李世识就显得很有攻击性 嗯 嗯 然后 很多去挂脚 嗯 李世识立刻 在右下靠了上来 我觉得李世识 巅峰期的风格 大家 想必是有所了解 就是很栗战性 就是他的力量很大 而且棋风其实非常的偏执 偏执是吧 对 说得点重一点 就让我偏执 就是这种直恋一样的 就是他 就是走 永远永远走自己的路 永远永远不在意别人是怎么看法 嗯 哪怕别人感觉到很惊讶很吃惊 嗯 甚至有可能觉得不可理喻的棋 只要他认为可以 他都会下 嗯 对 所以过去也是有 僵尸流这样的称呼给李世识吗 对 所以他在棋盘上 他永远像一个战士一样 那么这盘棋面对 可以说是上手的白棋 嗯 他依然选择了 在开局前几步棋 就选择了一个 很主动挑战的一个 一个姿态 一个 一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就是李世识的 个性的一种体现 对 我觉得他 他也是后来他有说 他其实也有准备一下嘛 就是这个 两子棋 该怎么样下 因为 其实在第一局的时候 更刺激的是 如果他要是第一局输了 还要被让三子 是 这是一个升降级的一个赛制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想他可能对于这个 怎么样子在直黑棋啊 这些有一个系统的 相对全面一点的一个计划吧 嗯 对 刚才孟老师给大家说 这一靠呢 就是积极求战 是的 非常的积极 嗯 非常的强烈的 历史史的个人风格 嗯 白棋选的下班 也是局部常见的硬反 黑棋立刻反半 这个局部就形成了一个 纠缠的气形 然后 黑棋 然后这个白棋断吃 嗯 长 摘上 就现在开局阶段 才下了寥寥几步棋 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个 明显的战斗的气形 对 然后他接下来爬 对 那这些应该是必然 是的 这个气形 就是在职业棋战中 已经非常非常常见了 当然 这个棋 嗯 就是说 没有什么定论 然后通常来说 的确也是下成 这个样子就 大家都不走了 嗯 那么这个局部 为什么下成这样不走呢 是因为这两个子 和这两子之间 形成了一个牵制 啊 就是说我如果硬要淘 这两个子呢 那两个子也有可能 能不能被人家吃掉 对 我们逃出这两个子 如果我们黑棋 现在此时要想要逃出 这两颗棋子 那么 嗯 它的目的性是 因为跟白棋有关系嘛 嗯 它是这样 首先它是跟白棋 形成战斗 是形成一个分段的棋形 逃出这两颗棋子 才有意义 嗯 但是无论你这边 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假设啊 就是类似于这种方式 你去把这个两子 逃出来了 将来比如说 随便摆一些 就像成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 其实接下来 就底下一个冲断 这两个棋子 是要被吃掉的 是 没法去联络了 嗯 对 就你大概黑棋 只有吃这边 然后白棋 把这两颗棋子 就简单的 踢掉 嗯 就是无论黑棋 这边下成什么样子 那么黑棋 把这两个棋 跑出来的 一个其中一个 充分的理由 就一定是把白棋 断开了 嗯 对白棋 中间和脚上 同时形成威胁 但是如果这两子 被拔掉 那就无从弹起了 嗯 所以这是形成了 一个相互牵制的 一个状态 因此 黑棋在这个局部 一般来说 就不会 立刻刑起 其实说实话 黑棋 这样的一个定型 在职业棋手的 比赛当中 嗯 往往是白棋 这边有子 对 黑棋可以去 纠缠他的时候 会形成这样的 一个局面 对 好像往往是 处理自己 这个子的时候啊 对 会就是当被 对方夹击了 之类的时候 对 会这样去借用 对 嗯 不过这个时候 李世世 还是这么下了 嗯 可能就是他的 准备吧 嗯 然后他再就 再来一个 一件地价 就他每步棋 其实都比如说 右上角的几种方式 手脚呢 就是稳健的 嗯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这是稳健的 另外一种 就是比较积极 对 他还是选择了积极 对 永远永远像一个 战士一样 挥舞着大刀 向前 向前冲刺 嗯 白棋在 左下刮脚 因为作为白棋的一方 嗯 因为是让黑棋两个字嘛 等于说 客观从棋的判断上讲 白棋一定是要落后一手棋的嘛 对 所以白棋一定会非常的积极 这个是必然的 如果我下白棋 我也是一样 会非常积极的 所以 寒豆的棋 它就是 等于说在开局阶段 就是撒到成兵的感觉 我这走一下 那再走一下 就是形成一种乱战的态势 我觉得这个 对白棋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战略 对啊 我们把子 都是让它效率发挥的更高一点 就是 然后都居在一个局部 对 就是让 让这个行星变得更乱 这样的话 我才能够更容易 大幅度的弥补 这个让子的差距 是 同时也是一种 打破对方意图的 一行棋 是 不过理事 一般来说 如果我是理事师 我可能就稳一点 说实话 我可能会稳一点 你是想要怎么 就是 就是如果说策略上的话 我可能开局不会太激烈 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 两子优势还是很大 对 可能我还是比较倾向于 稳住的这种 这种风格 是 对 但实战里是实 就是每一步棋 都非常具有进攻性 顶着跳也是一样 把白棋赶得往这边 按理说这一块 其与此往左边发展 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想法 但他依然是选择这样一个 比较有进攻性的掐法 然后白棋再走到这 那么就是我们看 这两个棋型 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 中间形成了一个 双方的消长的 根据地的消长点 就白棋走 白棋有根据地 黑棋走 黑棋有根据地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么此时里 实时等于说 让给白棋 对 双方的一个急锁 对 然后黑棋在 就是 可能在他的 围棋视觉观里 这是一种顺调 对 出头了 对 然后等白棋走这里的时候 对 他就开始 再次挥舞的大刀 往前冲 然后把这个梁子跑出来 其实下到这的时候 孟老师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我的一种心理的状态 跟您刚才说的差不多 但是会觉得 就是这个棋 就走得有点复杂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乱 然后这种的 可能是他一种 既定的战术也好 但你说会不会也是因为 恰恰这是 可能告别赛了 这个大家都觉得 这也是来最后一局吧 就是尽量下自己想下的棋 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吧 对 我其实说实话 这种心态特别特别好 因为当你 把自己进行的 发挥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感受的时候 你其实往往能够 发挥出你真实的水平 真正的水平 对 不要畏手畏脚 对 是 这是 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 做到可真的 还是挺难的 是的 而且这个对手 又是这么的强大 对 那种对AI的压迫感 和AI下棋 那种AI的压迫感 其实特别特别强烈 没有感受过的人 即便我再怎么去说 都很难有那种 身临其境的感受 就是看来你觉得 可能语言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对 我的感觉就是 我跟AI下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我下了五六十时候 我就不想再下了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处 无处可以发力 我没有自己任何一招起 我是有信心下在棋盘上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没有信心做这件事情 下出每一步起 我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已经不想下了 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 我们人是有情绪吗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有一段种反馈 可是跟AI呢 你任何反馈也看不到 你只能看到它的手段是 每一次都让你越来越觉得无助 就是又被吃破 或者又这个招法都没有成立 那种感觉 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 就是积累起来 到了五六十步以后 就会觉得真的很难很难 对 当你出现自我怀疑的时候 这其技术成分 技术上就那变形是必然的事情 对 对 对 这个这一点我觉得也是 反正我挺佩服李实实的地方 因为它的隐退战 它主动选择了和AI下起 而且是受伤了两子的方式 对 很壮烈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棋 也非常的强烈 把这两子拐出来 对 白棋夹住 黑棋冲 白棋挡住 因为黑棋还是面临 刚刚我们讲的问题 就是这两个子和这两子 形成互相牵制的问题 黑棋如果简单的 就只是把白棋断开 对白棋的骑形 没有产生质的威胁的时候 那么这个下法 事实上是有些过分的 因为这两子始终面临 被吃的这种情况 是 如果这两个子被吃了 这个单纯的陶 其实意义不是那么犀利了 所以黑棋必须要对白棋的形状 或者说对白棋产生很强的威胁 才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 黑棋就不能够吃这个了 吃这个的话 就白棋用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滚包 滚在包 然后其实还可以连拌 连拌也特别难受 这炭棋很真实 就只好忍住 这个有什么办法 你这样选择了 只有走这儿是吧 确实 只好探口气 然后被打回去 对吧 就是如果说黑棋没有破绽的话 这个下法也不是不可以靠 然后走上阵阳 或者跳一步 可问题是底下两子被断了 对 当我把这两子提掉的时候 这一坨饼是在做什么 对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就是 就是这样 等于说黑棋的 把这两个子拉出来 它必然是 不是单纯的 只是救活这两个子而已 它一定是要有强烈的攻击意味 才能够支撑它这个下法 黑棋实际就单管 对 白棋虎 黑棋再打 这个下法就是说 现在白棋打吃 黑棋提 如果现在白棋把这两个子提掉的话 比如说冲了 冲了走 这很正常吧 我这吃你就必须得粘了 对啊 我再把这两子打回来 这个打回来 然后这边该我下手 那跟刚才的区别太大了 孟老师 咱们不能这样对比吧 那这手棋显而易见也 太就是感觉巨无霸的一个感觉 是啊 就是现在黑棋 无论是打这个还是打这个 就这边获得很大的利益 对对对 跟刚才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黑棋的 因为黑棋这边 对白棋有强烈的攻击性 所以它现在下面的问题 暂时就可以 对 或者说就是 就是间接地得到环节 因为白棋无法腾出手 去吃这两颗黑子 所以就是说 李适时的下法 它是有这样一个根据的 那么实战寒斗 当然就是要 在这个局部继续行起了 双方的你说 在一开始的第一个局部 就展开了 非常激烈的战争 对 这个棋应该说谁 就是无论黑或白 可能都不能在这退缩 很显然进行到 一个对杀的一个情况了 对 现在呢 黑棋就可以 补出这边的毛病的同时 威胁白棋脚上了 对 这一半战 现在脚不行了对杀 这个对于人类来说 第一难点是在于 就直接的对杀 到底谁能够杀赢 或者说最终能够形成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 到底是对谁有利的 一个对杀结果 但是更难的点 其实在于判断上 因为维系 它不是说 简单的一个局部 对杀我赢 或者我输 这团棋 结果就已经确定了 那我对杀赢 就是我赢 对杀输了 就是我输 没有那么简单 对 还有一个全局综合的 一个考量 对 一个判断的问题 全局的问题和 就是简单的一个取舍 就有的时候 往往是你弃了 反而更好的结果 对 你把别人杀了 你反而不行了 反而输多了 对 这种情况太多太多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 其实这种判断 才是真正对 直接起来说 很难的地方 实际上 韩多给出的答案 也很有意思 这个计算上 看来这个AI 也是非常强的 当然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会不会计算上 它有漏洞 我们好减它一勺 什么的 真是 这个计算机 有没有bug的问题 这个想法 在现在的这种AI当中 已经不太可能了 就是 就像是我们算一个数字 我们去心算 去口算 这速度恐怕 不如电子计算机 算得快吧 我相信 也不如它计算机 算得那么精准吧 这个就是 这个没办法 因为毕竟不是一个 物种的效量 是 所以我就更佩服 这个李世世九段了 我就感觉 我一看这个行为 已经头大的不行了 是的 这谁行 谁不行啊 对啊 例如说下一步 例如下一步棋 其实我觉得就 不是 不像是人的下法 不容易想到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步棋 对 还能走什么 很赏心悦目的一首 对 当黑棋挡的时候 白棋 直接点在了一路 这部棋 很有意思啊 孟老师 您要给大家 仔细地介绍一下 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这部棋 关键是 你第一眼看上去 你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 那肯定是希望它挡住嘛 是吧 我是现在不明 所以 对 黑棋就是说 第一杆肯定是挡 对吧 那么那为什么 白棋要点呢 我们第一种感觉 就是惊讶 哇 这就居然走在这了 第二个感觉 是去理解它 为什么要走在这 那么如果黑棋挡 的话 白棋必然会选择 在这里小间 这个是局部 白棋长期的一个 算是经典的好手吧 因为这个局部呢 白棋正常是自己无法做活 那么肩为什么好 是因为黑棋想杀 就只有点在这里 如果黑棋就是傻冲 那这个有二一 两个二一做活的妙手 上下各有一只眼就做活了 对 相当的黑棋自然就崩溃了 所以黑棋想杀必须点 看起来这白棋是 什么意思 不是死了吗 但是白棋挡在这 基于这两手交换 这个局部的白棋 形成了一个经典的 刀霸武的气形 刀霸武固然是死刑 但是刀霸武的气 就是它的 可以说喘气的地方 特别特别多 对 刀霸武一看就已经有七气了 对 刀霸武是著名八气 减去黑棋这一手气 就是半剑一等于七气 跟黑棋杀气 那显然黑棋是气 一二三四眼见的四口气 最多五口气 这个差距有点差距太大了 对 所以白棋凭借点了一尖的好气 当然单尖也可以 但是就是说凭借尖的好气 这个地方等于说 双方没有杀气的这种可能性了 明白 那为什么白棋要点这一下呢 我的理解啊 不一定对 我的理解是 如果白棋单尖 黑棋打吃是绝对先手 对吧 然后黑棋这个时候 假设搬一个 搬一个我肯定要做活嘛 你挡其实是不便宜的 对 你肯定是小尖做活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棋型特别舒服 可是呢 就回答刚才我们的问题了 就这个棋不是说白棋杀赢了 白棋就赢了 没有那么简单 黑棋事实上 李医师在此做了一个 非常大胆的战略的一个制定 事实上这个时候 黑棋是可以考虑弃子的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对 而且搬一下也便宜了 因为白棋肯定是要吃的 肯定是要吃黑棋的 黑棋甚至可以点在这儿 哪怕就算非一个 通过这样的一个棋子 黑棋在这边得到很多 同时你这一手 其实是不好销的 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倒也是 然后我这搬毡 其实是我同时在下边 得到的利益 这无论如何 从木术上还是演型上 我都获得了利益 你要这么说的话 毛老师我就感觉 黑棋是给白棋下了一个圈套呀 是吧 就是引诱你来杀我吧 对 当然不是说白棋这样就一定不行 但是李世识是这样的一个战略方针 非常的大胆 真的是 肯定有种神出鬼没的感觉 是的 我觉得这是李世识的气 我平心而论 如果我去跟AI下 我肯定不是这个风格 我显然也没有李世做得这么好 感觉你觉得他的魄力 是你比较钦佩的 对 他对于这个胜负的那种感觉 对于追求其道本身的那种激情 我觉得特别是我能够感受到的 就是他在下一盘棋 一盘比赛的时候 事实上我没有感觉到他 他对于胜负有那么强烈的追求 但同时他每一步棋都是带有强烈的胜负感 这听起来很矛盾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 他首先他是一个胜负士 他非常强烈的 渴望的去追逐这个结果 但同时从棋上 他又对技术的要求如此的偏执 有一种追求棋道精神的那种感觉 也是我们现代棋手 或者说为什么孟老师这么推崇 我就觉得好像比较缺乏的一种精神 对 这样子 就李世识的棋很容易 你就看得出这是李世识的棋 是啊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实战 就是白方等于这一点 也是想要打破他的这个 对 好的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留一个悬念 就是接下来黑棋 因为把球又踢给了黑棋 那么黑棋这个时候 他会怎么样来选择 应对刚才白棋的这个一路点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孟老师 我们给大家留下一点思考的空间 一会儿回来 好 刚才给大家留下了一个伏笔 也就是考虑一下 李世识会用什么样的一种思维 来面对这个AI寒豆 他的这一招一路的点呢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 刚刚寒豆给李世识出了一道 博士生难度的考题 就看李世识同学是怎么来解题了 对 就如果说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无谋的一印 那就不是李世识了 对 这部棋就是说 他上一个环节没有讲到的是 就是如果黑棋挡完之后 黑棋选择再棋子的下法 那么这个下法 跟刚才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是黑棋可以扳着一下 像是这个样子 现在等于说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换 对 点到 它对黑棋的气是有很强烈的影响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刚才黑棋是可以考虑点到二路的 点到二路的话 就存在一个虎过的可能 那么如果再虎过的时候 这个棋形上也是差了很多 比如说白棋把这个提过来 黑棋虎过来之后 这扑了扑之后 这黑棋的气就变得特别特别紧 对 这个其实是很细微的差别 这两下便宜很多 对 所以就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 一是对于黑棋的气影响很大 二是对于黑棋将来的 比如说度过啊 等等的可能性影响也不小 所以这个点下得特别鬼 这真是AI的棋 然后呢 关键问题是 一般人的角度啊 觉得这棋好像除了党也没什么 其他下方 对 这个是关键问题 可能我们还会想想加一个 然后再煎一个这样的可能性 收气 对 但实际上不成立 因为这打湿 然后再一爬过来 就黑棋就死了 就直接就是煎就挡住 对 煎就挡住 然后收气 这里边就是一个简单的 白棋大眼 黑棋杀不过的一个状态 就一步一步收就行了 对 收就是至少快一棋 就是反正这棋你只要算一算 然后就发现黑棋 其他下方似乎没有了 哎呀 是 那这时候李诗石到底是怎么解题的呢 你刚才您说的这个博士生的考题 对啊 博士生考题 这是能享受这种被出题的待遇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是的 那李诗石怎么走了呢 孟老师 快给我们揭晓一下 李诗石 哎 你不是点我吗 嗯 我烦点你 哇 这手气 这看这棋行 就是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看这棋行就觉得 哇 神仙打架 大家看 对呀 这太逗了 你点我我点你 而棋行大家等于说最衬的 嗯 非常有意思 嗯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意味吧 嗯 这个时候如果白棋挡的话 黑棋再剑就完全不一样的了 嗯 如果你黑白棋再搬 跟刚才的区别 就是在于你这个地方 你无法把我剔掉 嗯 就 气不一样了 对就形成了浓浓的打结的味道 嗯 无论是黑棋猴一个扑进来 嗯 还是白棋主动扑进去 反正这局部就基本上只有打结了 对 打结外围全是黑棋的棋材 就打结白棋几乎可以说不可考虑 对对对 宣告失败 所以白棋挡 简单的挡是无谋的下法 这是肯定不行的 嗯 这个棋的气很重要 对 哎 那韩德我先想 这棋你点 我小尖不是还原吗 这个要大家稍微评一下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图呢 如果我比如说还是回来的话 那我再煎 哎 一样的意思我还是做活 静活了 对 那如果我 你爬回来 也是我要煎 总之我就形成了一个两眼做活的一个状态 嗯 或者你再挤进来 那又还原成刚才黑棋加进来的样子 嗯 我在打吃 我依然是可以收器快一气把你吃掉 嗯 所以这白棋煎一个黑棋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包括其他各大AI的给出的答案都是黑棋再打回来 对啊 是 那就等于说我们无效了 然后李世识给出的答案太精彩了 点一下之后二路再一拖 这招其实真的想不到 对 没有人 就是因为这也是确实是旁观者迷的一个角度 就是旁观者不会过多的深思熟虑 不会进行特别特别深入的思考 嗯 而这个天下是对局者这个时候他反而有得力的地方 就是他全身关注的投入在其中嘛 是我们可能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看不懂这个棋这不是宿死吗 对啊 这什么意思 不是被搬死了吗 嗯 这简单 当然白棋也只有把黑棋搬断 什么意思呢 嗯 黑棋在断 白棋在吃 对啊 这不是损一大票吗 对啊 损一大票 损非了 这什么意思 感觉当时这个其他各大AI的胜率 已经黑棋就崩盘了 嗯 然后黑棋把这个拉回来 白棋坚定 嗯 黑棋 一送 哎呀 那也就是到这一手 其实是答案揭晓了 是的 如果没有这两颗棋子 那黑棋送一个就是 那真正就是送 直接被吃死了 对对 可是有了这两手棋 再发现 我们再来看这个棋 嗯 完完全全不一样 就是还是有吃 可你吃进来呢 吃进来我先上面先拍一棋 我的全力 这是你的 我有了这边的一个笋 我这边就形成了一个双打质 哇 这一招真的是 太有感觉了 你只有提三个 是 我再把你提了 对 有一种做发扬论的感觉 发扬论就是 可以说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道死活题的书 里面是全是博士上所提 对 关于这个大家突然就发现 柳暗花明了 黑棋 是的 从刚才我们说 黑棋已经就是要考虑棋子嘛 就没办法活了 嗯 到刚才我们摆出这个棋 大家一下就发现了 其实黑棋已经 没有任何悬念的作活 而同时呢 就是白棋也没获得特别多利益 对 这个招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 关键是这个棋 这个整体的思路 嗯 就先送再送 然后最后又来一个大反转 对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剧本都很难写出 这种效果 对 很妙 很妙 李世实的 我觉得李世实跟科比太像了 就是篮球的巨星 嗯 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偏执 然后两个人的退役战 是一样的精彩 对 科比的退役战 拿下了60分 嗯 是太夸张了 因为历史 就是NBA能拿下60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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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太少了 嗯 科比在退役战 就是已经可以说运动生涯 已经是 不太 不大 身体不大型的情况下 拿下了这样的一个分数 太夸张了 而李世实在他的这个退役战里面 居然下出了 这样绝妙的思路 对 这个手段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时候啊 真的就是除了 除了赞叹 也没有什么别的 对 当然了 这个棋啊 还是 寒斗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对吧 嗯 这个局部虽然被李世发了一个妙手 但是这个棋还没有结束 嗯 实战 寒斗冲 对 其实寒斗的应对也其实很精彩 非常精彩 嗯 黑棋挡的时候白棋再扳 嗯 非常强 这招棋啊 孟老师 嗯 那你说 它是延棋是吧 对 嗯 这时候是延棋 如果黑棋虎 这个局部还是一个打结 嗯 这白棋就只能从这边紧气了 嗯 然后把这个棋一个紧气 哦 那这形成一个 打结 紧气结 紧气结 哦 如果白棋不搬着一只一下 就是没有结 对 是禁死 嗯 这样的话就是 其实我们看到啊 而且白棋在这之前 可以先尖证一下 嗯 这个全力 全力 然后再沾回来 就等于像这样 嗯 然后黑棋提结 白棋呢 也可以考虑先不提 我先走别的 造成也行 对 搁着啊 总之局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旦打结就是紧气结 这个紧气结就很微妙 因为黑棋打赢了 棋不一定赢 哎 对 就刚才您一直说的啊 它只是一个局部而已 对 这是寒头冲了斑的 妙味 嗯 那么对于黑棋来说 也只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这样下 嗯 另外一种就是在斑的时候 其实刚刚那个打结也算是双分钟妥协了 因为局部的价值相对来说 已经限制在 这个局部而已 嗯 而实战里实实的下法 更加激进 他直接打住 对 他是在这儿把每一步都好像帮得非常紧啊 对 他每一步骑都是要 都是将矛盾激化的感觉 对 也没有给对方退路 对 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再这么打结 我是直接提醒你外面没有那两手棋 嗯 这价值会变大 包括你直接吃在这儿 让你把我这五个子提醒的价值更大 嗯 可问题是你没有结材 对 对 所以迫使 他这不打吃迫使白旗 只能硬着头被往前吃 嗯 然后一起再吃 这是一个 次序 再次 就还是形成刚才我们说的 不愿意看见 但是会 对 特别巧妙的气象 啊 是这样 我们给大家看 嗯 对 这样 这时候先不提 先吃一下 就在这个瞬间 嗯 嗯 秒灾 就丝丝入扣的感觉 对 我摆旗舞都出现问题了 对 他们下棋真是 滴水不漏啊 丝丝入扣的感觉 对 先打一下 再提 然后再提回来 便宜的结材 差一个结 嗯 嗯 在这之前又是先沾一下 嗯 是是是 他们选上是要比我严谨得多 对 走完再提 再提 嗯 双坡就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黑棋这块已经活了 白棋呢 依靠打结把这个五个子吃掉 嗯 现在黑棋这五个子是必死了 嗯 没结材 嗯 对 没有结材 其实就非常巧妙的形成了 一场转换 对啊 我觉得刚才我们本来就在为黑棋而发愁 结果瞬间呢 对 就形成了结 当然这个结现在好坏 我们先不切不论啊 但是黑棋有一种 就是我感觉像满天过海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 就好像突然之间又柳暗发明了 对对柳暗发明的感觉 都变成另外一局棋了 是的 嗯 太巧妙了 然后我离时把这个冲过来 嗯 这也算是达成一种妥协 不过很遗憾冲过来的价值不是那么大 相对来说比如走这边或者把这两个穿过来的价值都要更大一些 哦 嗯 然后黑棋靠压 双方在此一代的折衷完毕 我们可以看到啊 黑棋的价值主要是体现在做火的上面了 而白棋外面有后市里边有木 总体来看确实白棋要便宜一些 嗯 当然胜负的角度来说还非常早 因为黑棋还是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嗯 接下来 那去挖 嗯 黑棋就这边吃 黎石的下方非常稳 非常的 嗯 它好像蛮不在乎右边的实地一样 嗯 甚至把这下给拐掉了 对 这也是很直接啊 然后再在这里来大飞 也是很撑下的 对 这个棋我想爱好这朋友们可能比如说小飞 还是小飞更更正常一些吧 这个也是体现它的个性啊 对对 我想理事也没有想到 韩多立刻就断了上 嗯 就做了一个棋子 嗯 考验一下你吧 对 大食物的力 一跳 事实上黑棋虽然多吃了一些木乳 但是味道变差了 嗯 黑棋应该是不便宜的 然后白棋在桌上 等于说大的战役结束了 开始双方开始对地盘进行争夺 对 嗯 黑棋倒 再飞 局部的长形 但是当白棋顶的时候李诗石 再一次做出了偏执的选择 嗯 这挡住是最正常的一首嘛 对 他就给扳 这个等于说就我 如果是这样我们这局部就会略过不讲 对 但是他实在选择了 长 嗯 我觉得这首棋也是基于可能比如这边它有紫啊 对 这样子的一个 对一种考虑 没错 他想要在自己有力的地方展开战斗 嗯 那白棋必然也就冲 然后断 还是先扳一下 先扳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我很好说 我是觉得如果单断是不是怕利啊 利的话我打迟再扳粘 黑棋也不便宜 也行 就是次数是一样 嗯 粘回来 这是也是局部 算是局部的场型了 但一般来说黑棋不太好 因为白棋就压上了就可以了 但这个局部确实场合不同 韩德也是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 对 觉得这个 说实在话又是唯有感慨 就是感叹 就是我们就感叹就完了 就是高 实在是高 有意思 没错 搬一下之后 我们通常感觉可能是粘回来 嗯 加在二路 有意思 真的是 你要说是起板空旷的时候 这个局部定时这么下 这个绝对是不可能考虑的 对 就是爬二路的行为 这是不可以考虑 但是问题是现在这边 可能可以说是黑棋的阵地 嗯 我爬二路的同时 我在进入你的阵地 我在破掉你的时空 破掉你的原本已经战友的地狱 真的是怎么走啊 这个黑的 黑棋现在只能往上面走 因为吃的话 这被反吃就直接不行了 对 就是 被直接打进去 这一边是下不过 直接一走就 要死了 就完了 这就直接完了 嗯 所以这个 帮了加也是迫使黑棋只有一种下方 就是护在上边 然后呢 当白棋打车的时候 黑棋粘上 这可以说是黑棋唯一的一种下方 嗯 白棋长 黑棋再压两下 这个都是你的权利 你可以再压 因为这边既然你进来 我就索性给你嘛 那么黑棋的重心自然就放在这边 对 晶莹 对 这边我们看也很大 这样黑棋依然能够保持一定的优势 当然优势已经渐渐地择水 择小了一些 对 因为这个地方大家也看到 这还欠个木树还挺多的 对 右上角白棋刚刚断两下的一个弃子 把木又给收回去 没错 嗯 不过非常让人惊讶的是 对 其实选择这个也就忍忍算了嘛 关键是黑棋看起来也还不错 李晶莹的下一步棋非常进行 在他的 他当白棋打车的时候 他下一步棋的选择 想不到 对 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就是可能一场大戏 突然之间一个地方 就是可能一个线索 或者一条链子断了 突然间崩盘了 赞助按理说是只此一手的选择 对 谁让他一选择常理 突然就好像松了一派 是吧 舔一派 对 就是一个弦没有绷住 直接导致 就像多米诺骨盘一样 直接导致满盘崩塌了 这个地方长和毡的区别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只是一个子 或者说一个局部的什么区别 不是这样的 它真正的区别在于 白棋这一代不仅是破掉黑棋的阵地 更是抢到了宝贵的先手 而这部棋的价值实在是太大了 是的 原本黑棋全是自己的阵地 现在这一部棋下来 不仅黑棋没有 甚至自己都受到了威胁 实际上黎棋是在稳健地跳一个 这个和刚才黑棋拆到的区别 实在是 太大了 是的 然后白棋还是先手 白棋拐了一下 黑棋 我觉得黎棋的偏执的利用 在于他可能还是想发展这边 从这部棋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但事实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当白棋 这全部想先手之后 白棋好像已经不太会了 就先再次 因为白棋好像什么都走到了 对 都走到了 是的 是的 对 这个棋真的 掉成这样子的时候黑的 黑的等于说 本来是可以发展左边 然后通过自己的阵地和外势 去跟白棋抗衡 还是有一定优势 但是现在 因为人跟AI下 你没有优势 基本就相当于你就不行 但是现在 李世识事实上 已经没有一个 可以跟白棋抗衡的 主要的一个阵地了 这两手的交换 还是差得太多了 对 而且是 这个局部已经 已经差一个先后手了 我觉得李世识 他的判断的误区在于 他可能过于高钩了 这个节的价值 对 也就是他觉得 能把你打回去 对 或者说 对你威胁很大 可是提的时候 白棋根本就不去理睬 我们可以看到全盘 确实上 和其没有意义 没结算 对 就有的时候 你要开截 非打这个 可能不一定是解 就肯定不是解 因为太损了 打下来 打这个太损了 对的 对的 你打这个 又没有危险 是 所以很多 很简单就飞 就是走大就行了 临时又不可以开 再来打入 招扰 只能是续节裁 对 对 续节裁 不过这枪法 就是我们其实 从棋的流程上来看 枪法已经很乱了 在这儿花的手 说点多呀 对 先退 先跳 是很稳 然后突然间又变得 特别撑 搬完之后 再去打入人家 就整体的思路来看 是有一点乱了 这个时候可以看出 可能还是前面的战斗 耗费了太多精力 这个时候 其实有些 前后的思路 有些不脸光 对 就好像感觉到 精力不济的那种感觉 当然 其实我知道 这个原因更多的 还是来自于对手 给他的压力 是 就刚才 孟老师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你对手 因为就是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 对不对 就是他因为 一直给不了你反馈 然后你就老是在 自我怀疑 自我怀疑 对 自我怀疑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确实是 我们的判断 相对于AI来说 肯定是不准确的 这个是 所有人都知道的 所以 这个时候 尤其是在局面 已经有些 浑浊不清的时候 我们无从判断 我们无从得知 形式到底如何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选择一种 就是比较激进 比较 枪法有点乱 对 比较乱的一种 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不满足于 简单的瞻 简单的看起来一个 就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 他在他的认知当中 可能认为 那个是不行的 他就选择了一个 偏执的 对 造成实战的局面 对 其实这样 就白方就当然 硬得很好了 对 白旗是简单的飞 然后 黑的尖 尖出来 实际上 这也是没有价值的地方 对 白旗走的都是有木了 嗯 然后就是把这个贴出来 就是它最终 还是硬了一个 等于说 嗯 白旗每一步 其实价值都特别大 对 这力就跳进去了 对 然后这个打入 这个子又 还能干什么呢 其实事实上 由于这边骑行的原因 这则是连连后来都很 对 都没法弄了 已经 是的 然后理事实 最终做了一个 可以说是 预罪的选择 嗯 他好像在吃这个 决定也比较草帅似的 嗯 打劫了 打劫了 拿劫当劫才 但是毫无疑问 对方肯定是 消劫了 消劫了 嗯 因为这样子下的话 等于说这个子 就等于白白锁了一手 骑进去 嗯 而这边虽然吃回来这些 去反击 小大师的一个意思 从骑的形状来说 已经是 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选择了 玉碎的一条路了 嗯 白锁靠断 黑锁 甚至要尝这个 但其实已经是 就我们都知道 这个骑已经在强撑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 白锁简单 特别简明 病了 因为这个时候 韩德勒非常清楚 AI的判断是太清楚 嗯 他知道这个时候 只要简单的控制 就已经下本去 如果黑锁 这样白锁打吃 再吃 这个直接黑锁崩跑 对 死了 由于这样的交换 所以黑锁死时 只好无奈地 选择粘回来 嗯 白锁吃 白锁吃回来 哎 其实这个骑下到这 已经就不行了 对 下到这已经不行了 所以下到这的时候 即便黑锁把这全部吃掉 白锁的实力所获实在太大 嗯 所以其实 已经不行了 实战的时候 最后又下了两步 白锁 黑锁拐 白锁把这个虎 整体虎出来 冲了一虎 最后把这儿骑还做活了 对 因为这还欠个打结 是的 等于算是这样的时候 黑锁就算是以预算的方式结束了本区 对 后来就虽然说他也想要再去攻击一下 但是也只是一种形式了 对 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效果 对 只能说毕竟人和汽车去赛跑 这个还是不是一个量级的 是 李时时的职业生涯呢 在这盘棋之后 算是围棋的这个职业生涯 算是高了一段落吧 对 但是我觉得 他的光芒非常的绚丽 久久的可以让人回味 最后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孟老师 好的 那么这盘棋呢 相信大家也都跟我们一样啊 看得非常的过瘾 这盘棋呢 就为您接着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